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桑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激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明代永乐时期的青花山楂花纹 如意尔鲍月瓶他的真伪 这个也叫蝙虎也叫鲍月瓶都可以 那还是我们要从他的这个气形胎幼 青花的发色以及文史布局及绘画和圈足上去看 气形上呢这一件大家仔细看 在他的如意尔的部分做的比较差 另外呢我们就看他整个的这个弧的这个形状上 在圈足的部分做的过于圆了 跟圆件比的话有差距 再有呢就是他的柚 他的柚呢虽然是白中泛青了 但是呢这个柚呢冒着贼光 而且呢他的这个柚白中泛青呢 和永轩时期的那种白中泛青是差距很远的 再有呢我们看就是他的青花的发色 他的青花呢都是漂浮在上面的 并没有沉啊没有下沉 这个是典型的差异 还有呢他上面出现的铁锈斑 也没有出现沉入胎骨的状况 这都是非常大的差异 再有呢我们看他的这个绘画 他绘画上跟永乐一朝差距也很大 画的比较含含糊糊的不是那么清楚 这并不是由于清料造成的 而是他本身画就有问题 最后呢我们就要看圈足 圈足呢永乐时期是沙底 而且呢这个底心的向里面熬一点 他的这个底呢有点平 另外呢他的底露出来的胎可以看出来 并不是真正的麻仓土制作的 所以呢他这个房子呢 是还算是差的啊 只能算作是中低的这种啊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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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